哈嘍大家好我是阿伯 我知道我的订阅者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我的Uber相关主题影片 那原先呢我是打算结束这Uber的相关一系列工作趋势 因为其实也出了不少集了 不过我在刚发布的标题上呢 说有可能是最后一集了 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我失掉了一些订阅者 有多少呢 大概四五个左右 四五个你是在哭什么啦 你现在躲起来啦 诶我的频道今天不是几千几万订阅 对了五个就相当于一趴两趴 也是不少人呢 所以我最后决定呢 Uber的相关主题我会另开序章 各位也不要担心 还有很多新的想法正在我脑中小路乱撞 之后还请大家持续锁定 但是各位呢 我依然是一人团队 周更基本上就是我的极限 但是工作去世的系列 我确实会有其他工作的分享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收看 也许能够对大家的工作生涯有正面的影响 好了屁话说完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抽奖的开奖吧 诶等一等我还有一个讯息要跟大家说 做影片 维持频道的更新加工作 其实耗掉了我很大的心力 虽然我必须承认 我没有竭君所能得在制作影片 有点比较随性 但不代表我对频道没有期许 如果一般人没有热忱 早就放给他烂了 但我认为是这样子 有梦最美 逐梦踏实的同时呢 我必须还是为现实面着想 你可不可以讲重点啊 讲白一点就是工作为重 不然我该有的设备其实都没有 像是基本的GoPro相机 没有 还有防照无线麦克风 没有 不罗大众影片制作的软体 没有 摄影支架等都没有 没有 其他像是摄影人员 剪片人员 导演 甚至是FB广告 行销等一无所有 没有 通过 全部都是我自己 谁敢逼我惨啊 秉持着江泰公钓鱼的方式 每天都钓一两只鱼 然后有时候鱼进了水箱 还会跳回海里 我是怕游巾 我会被海水冲走啊 所以啊 为了让大家开心的待在我的水族箱里 不要多 但我还是要做一些梦好 今年年底也就是12月31号前 如果频道有信破500订阅 我们就抽奖 为了感谢因为Uber外送系列 而订阅的朋友们 回送Uber小包 我还没有准备好 但我会去买 还有频道最爱送的玩具 正版公仔 正版赛吧 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300订阅的开奖资讯吧 Eh 我知道 您会的 且 但是 母胊 等 说 hå 我们 pathogens 不行 exh sun divergence 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